它有着一颗细腻的文人之心 以朴实憨厚却又真情绵密 百希绘画的特点 当以蜡趣概括之 而其花鸟绘画的特点 可以细情概括之 在其整体的水墨创作中 蜡趣与细情又是文脉贯通的 这使得它的作品 既具粗狂泼辣之北方格调 又具有细腻俏皮之南方风情 一路走来 这个过程一走走了四十多年 在这个过程中游喜有乐 成艺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过程 也是考验自己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享受了快乐 也享受了非常能够承受的压力 但是我还是一直坚持了下来 在那个阶段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自己朦胧的 朦胧胧胧的喜欢上了绘画 小的时间 看着小人说话 看着刻本的插头画 后来发现了有一本介子园 开始临摹 到后来慢慢慢慢的上到这个高中 去了我们那个天水的专业学校去学习 慢慢走上了正轨 几年以后我就来到了北京 通过朋友引荐 认识了北京花园大协议花园画家 郭师傅先生 从那儿受了他的影响 拿起了自己的这个画笔 再一直就没有停下来 开始创作 在北京画了二十多年 在这二十多年的过程中 从这个高开始的不成熟 慢慢的画到了成熟 一步步走过来的 我以前画的比较 另用多一点 人我花鸟三十一度设计到这些 后来通过认识郭老师 开了他画大协议 从他那儿吸收了他的用笔 用墨 白熙老师在学习中国画的道路上 一路走来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 性酸冷暖 喜怒哀乐 是勿缠修道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思想感情 才能 学养 品格 进一步提高 在生活和自然中勿求自我 在灵魂深处挖掘自我 自我完善是伴随每个艺术家 一生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五味杂陈 有成就感 有失落感 但是大写一话 我觉得首先基础的大好 基础就是书法 郑板桥说过是 塞骨显次如画竹 东坡画竹如显次 布比熊茶汉墨间 销书国有灵魂志 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说 书法是绘画的基础 把书法练好了才能把大写印的中国画画好 绘画的过程就是书写的过程 因为中国画大写印 它就是线条的艺术 线条正好在书法当中 应用得淋漓尽致 画画的世界 一定要用书法的用笔去写 反过来 这个写字的世界 是用画画的书法去画 我后来慢慢地理解了这一种规律 就是遵循着这种画法 一边练书法 一边实践自己的创作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过去 越来越觉得这个书法的 对于绘画来说 它的帮助性是非常大的 大写形画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思想性和精神性 它要提到 提念到一个高的角度来说 就是 主要是画人的精神性的东西 它表现的是你的精神 是你的思想 而不是为了画画而画画 中国画在历史长河中 世代更替日新月异 在更替过程中 离经叛道很重要 当今的中国画 我们要学习传统 创作探索的同时 要建立自己的笔墨语言